我是羅尚惟醫生 是一個骨科醫生 這個骨科醫生除了照顧病人創傷的康復之外 對他的功能和日後的生活都非常之重視 2008年5月12日民村地震之後 很多傷者需要做一個折肢來保住性命 最小的一個只有三歲 很多傷員就去了廣州 地震之後兩星期之後 我們每個星期都上廣州提供遜候康復服務 以及架子裝備的服務 在廣州的車程之中 我見到一些行黑的人都是折肢的傷員 我當時都很感觸 會不會是他們得不到好的康復服務 才要過今天這樣的生活 折肢之後如果我睡床太久 會導致關節鏈縮和退化 就算裝了架子之後 功能上都會受到限制 就會影響過很長遠 所以我們很著重早期的康復介入 因為康復治療的目的 就是希望傷者回復之前的功能 我們很希望幫到他們 尤其是年輕的傷員 當我們看到他們的功能 一直進步和看著他們的成長 我們跟他們的關係 已經不是一般的醫患關係 已經是跟朋友的關係 有些讀書有成就 有些成家立失 有部份傷員做運動員 代表國家隊出賽 我記得他們的名字 定期都有聯絡 在這九年來的服務裏面 我學到真正的醫療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有時候都會覺得累的 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陪不到家人的時候 但如果每次上去見到我們的傷員 透過我們的服務 真是可以過回正常的生活 這樣都會很開心 就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支持我揭而不捨 繼續做這個人道工作 當見到別人有困難 盡自己的能力幫助別人 人道精神對我來說 就是這麼簡單